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玉,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对东南亚房地产有兴趣的朋友 泰国绝对是绕不开的选项 放眼整个东斜,新加坡与越南过去都涨了好几轮 首都京华区单品房价动辄台币百万 相比之下,泰国首都曼谷浮原辽阔,开发力道强劲 如果聚焦捷运沿线,许多新兴区域正积极开发中 楼房的价格也相对亲民 一套捷运沿线的小单位 只要300万台币就能买断入场 而在疫情后反弹的外来观光需求 更吸纳来自各方的资金 加上本地人口的居住需求 支撑力道十分可观 也因此,许多国际投资客开始布局曼谷 小资族追求开箱人生第一套房 高净职者更将此用于资产配置 在可预见的中短期未来 东南亚篡身的态势明显 不管从国际局势来看,还是以产业面的切入 可吸纳诸多产业的劳动力市场 发展上较低的机器 赋予较高的弹性空间 加上地缘政治版图的强权竞争 都把东南亚推上风口浪尖 随着全球资金密切关注 不管是泰国还是马来西亚 这两年都出现许多积极进取的动作 像我们前阵子聊过 泰马今年申请加入金砖集团 而马来西亚也准备重启龙兴高铁 尽管都还只是早期阶段 但由此可看出,东南亚这两大国家早已摩拳擦掌 准备实现寄望已久的天命 进一步看向泰国 最多人关注的还是首都曼谷 对大多数投资人来说 要切入一个陌生市场 风险最低的还是首都 毕竟多数东南亚国家 首都不仅是国家门面 也是政治经济中心 汇聚了最多政商机构与工作机会 拥有最高水准的基础建设 伴随了大量居民 可能到本地需求高涨 虽然与本国其他城市相比 地价楼价可能较高 但资讯多半最为透明 选项多 包括了法规条文与后续的包租代管 配套与产业链相当完整 因此往往伴随较低的风险 在这样的脉络之下 我们把镜头转向泰国首都曼谷 这里是该国最大城市 整个都汇区占地约7700平方公里 相较之下 整个北台湾都汇区 北北基宜陶筑七个县市 全部加总约7300平方公里 两者总面积相近 曼谷是泰国 政经贸易交通文化科技教育 方方面面的国家中心 摊开整个国家地图 曼谷仅占了小小一个点 却汇聚了破千万人口 超过全国总人口数的一成五 曼谷作为重点城市的历史悠久 15世纪 当地就已是一个小型贸易战 之后迅速发展成 两大王朝的首都所在地 我们知道 泰国是整个东南亚 唯一没受过外来殖民的国家 硬气的底子 让曼谷的发展脉络 从未因外族入侵而断带 成为曼谷留下一些独有的特色 其中一些特点人人称道 有的则会引起抱怨 向人们熟悉的曼谷塞车问题 就有人认为 正因为没受过西方殖民 导致当地交通路往相对老旧 许多道路都沿袭传统新建 不仅路小车多 整体的规划也有些问题 而在富有历史的背景之下 曼谷其实是发展脚步奇快 都会面貌相当年轻的一座城市 频繁前往曼谷的朋友 或许都有以下这个感受 那就是每隔一阵子再见曼谷 都会发现这座城市 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最容易被注意到的改变 就是不断新建的捷运路网 我们刚刚说过 曼谷人口稠密 道路交通拥挤 塞车问题 让不少观光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因此 当地很早就开始发展捷运系统 试图以大众运输 缓解通勤移动的庞大需求 曼谷当前设有两大捷运路网 分别是空铁BTS 与地铁MRT 从捷运地图中 我们可以发现 BTS、MRT两条路网 在许多重要地点设有不少共战 但因为两者分属不同系统 乘客需要出站后 在步行转程入站 而我们之所以说曼谷年轻多变 其中一点理由 正源自当地捷运路网的快速发展 光是过去的一年之内 就有两条新路线顺利通车 分别是2023年6月通车的黄线 以及11月开通的粉色线 也因此 在许多国际评比网站上 2023年 并被视为曼谷捷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来自台湾的朋友 肯定理解捷运沿线的发展强度 以及更有弹性的楼价地价 曼谷也一样 特别是绕着中心商业区的环状蓝线 以及贯穿观光区与富仁区的绿色宿坤异线 不管是地理位置还是周边环境 这两条线临近市中心的站点 都是许多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第二个容易注意到的变化 在于观光热区以及商业中心 不断落成的崭新大楼 以及周边的配套设施 例如曼谷著名的日本区 绿色苏坤一线上 阿索克连三站的崭新百货 就在过去这一两年内 一间一间的落成开放 而临近的BTS站 也高速推进空桥建设 将整块日本区 发展成更加高级的商圈 而在以上脉络之下 曼谷各类房地产 包括了住宅 办公、饭店、工厂等项目 其发展潜力 普遍获得资本看好 根据国际市场研究公司 Model Intelligence 发布的调查报告 2024年 泰国房地产市场规模 估计将落在540亿美元左右 而在五年内 这个数字预估将扩大到 689亿美元 在2024到2029年 整体房地产市场 复合年增长率 落在五个百分点 其中商业单位的增长 更直比6% 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 前两年 疫情刚结束时 通膨与经济增速趋缓 导致曼谷房地产市场需求放缓 但在政府政策 国际官吕反弹 与一系列内外因素影响之下 报告乐观看待市场后续的复苏 其中住宅类项目的规模 更呈现大幅度的显著增长 其中最大的利多消息 在于刚过去的2023年 造访泰国游客人次 暴增了152个百分点 超越政府此前的预期 凸显官吕产业的强劲反弹 与此同时 曼谷中心商业区办公空间的需求 持续处于高位 彰显了跨国企业的踊跃进驻 连带可想见的 便是中高端小坪数 常租住房的需求攀升 以及当地国际学校的业绩增长 与此同时 泰国房地产本质上的关键特色 也使其在整个东南亚中 格外受到海外买家青睐 第一 以外国人来说 泰国房产虽然区分成 永久产权与非永久产权两种 但一般国际市场流通的物件 九成九都是永久产权 对于一些较为保守的买家来说 这比一些国家 仅供类似地上权 或使用年限的物件相比 泰国买断房产 听起来更有保障 第二 在购买华人熟悉的 电梯大楼物件时 外国人可以百分百个人持有 土地也有分割持份 产权受到当地政府 与司法体制承认 不需要找泰国人头 也不用特别开公司来购置 条件清晰单纯 省去流程中的隐藏风险 也更接近一般人 对购房永房的理解 第三 曼谷因其强劲的观光人潮 存在庞大的短租需求 不少大品牌的发展商 会与知名的国际饭店品牌合作 推出酒店式公寓的购物模式 屋主购入的房产 直接进装修到拎包入住 装潢家电一应俱全 而房产后续的出租事宜 直接由品牌方酒店式经营 省去了招租、管租、修缮 与一系列麻烦事 总结来说 曼谷作为东南亚最著名的旅游胜地 跨国企业大量进驻 庞大的本地需求 加上不断扩大的大众运输系统 使得当地成为国际投资客的关注重点 在国际局势推波助澜 与政府政策的号召下 大量资金涌入当地 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